今天我们用大爆酥的方法来做蛋黄酥 相比小飙酥它能省掉一半的时间 屏幕上的材料先揉成团 然后用边揉边搓的手法揉出手套膜 放旁边松弛一个小时 如果你不会搓那可以先揉成团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一碗 时间会让它出筋成膜 接下来做油酥 中筋面粉和猪油混合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很好揉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然后喷点白酒烤个咸蛋黄 馅料我们选用的是成品豆沙馅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油豆沙 而不能用水豆沙 水豆沙在烤的时候会产生水蒸气 蛋黄酥就会爆裂开 准备馅料的时间水油皮也馅好了 用水油皮把油酥一整个包住 然后擀开 如果觉得擀不开可以再松弛15分钟 擀得越大酥皮的层次越多 擀好之后卷起来 切成小段段 再松弛15分钟 这些时间千万不能省 它是一颗美丽的蛋黄酥成功的关键 这次饧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包了 注意一下我的手法 把四周露酥的地方往里收 擀开之后包上馅料 收口处捏紧一点 烤的时候不会裂开 磕两个鸡蛋只取蛋黄的部分 给蛋黄酥注入灵魂 蘸一下或者用毛刷都可以 但是毛刷一定要选羊毛刷 再来点黑芝麻就可以进烤箱了 这是我的参考温度和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烤箱自行调整 这个配方一共能做12个 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 我不建议在送上家吃灰的哦 再见